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1月16日星期三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中共對防疫政策的調整 猶豫不決 就好像司機本來想踩鼻力 但是就踩錯誘門 反而令中國進入最混亂階段 11月14日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 和廣東省廣州市 傳出完全不同的消息 湖南省豬州市日前爆發眾志成城的反抗 當局一度出動防暴裝甲車上街 但是民間就毫無退縮 政府最終讓步 全市解放 接著廣州海豬區 在14日晚爆發大規模暴動 當日日投財新網發表文章披露 廣州海豬區打工仔 因被封鎖 陷入進退兩欄困境 當晚就有個千人湧上街頭 推翻隔離路障 有人衝入區政府 很快就有大批警察到場鎮壓 廣州居民林先生向本臺表示 那些水馬全部推倒了 接著將兩部車推到反轉 一部是警車 另一部是沒有牌照的電動車 14日去了很多特警 去了之後信號就沒有了 而且他們將影片一上傳 馬上就被刪除 12點以後都看不到 從下面這段影片看到 警車至少出動了十幾步 甚至有旅遊巴開到現場 特警在行動之前 先換上白色防護衣 有市民的頭被打穿 現場甚至傳出似乎是槍聲的巨響 但是也有人說 是市民撞鐵門的聲 另一段影片看得更清楚 現場警察確實是持槍 有百姓雙手被反扣帶走 有傳言說 衝入區政府那個人被打死了 但是消息未獲得證實 海豬區反抗 和駐奏人的齊心合力不同 網上傳出的消息顯示 上街反抗的主要是 住在海豬區城中村的打工仔 以湖北人為主 林先生向本臺表示 那邊大部分的人 都是外地來打工的人租住的 湖北人比較多 應該有三四十萬 人家排隊去做核酸檢測 排一兩個小時都輪不到 你們本地人去就直接做 然後防疫人員還拿著喇叭說 本地人優先 你這樣是不是煽動仇恨呢 就在廣州居民 違反對封城造反的同時 石家莊人就因解封感到恐慌 石家莊宣布取消全民核酸檢測 學校通知開課 結果家長客到同小朋友請假 用的理由五花八門 仍然有不少石家莊人 堅持排隊檢測核酸 工作人員用大喇叭都趕不走 一位網民發帖說 開放的第一天 明明是上週繁忙時間 小區就比靜默還要靜默 三年來都沒試過這麼安靜 沒人去上班 甚至連一早就出門神問的 白爺公白爺婆都躲在家裡 中共故意宣染新冠變種的危害性 隱瞞Omicron感染 以輕症居多的真相 用謊把中國人 純復到可憐可悲的地步 現在財力不知 中共被迫逐步開放 但是為了維護所謂的清零正當性 官方也不敢澄清Omicron的真相 結果民間因恐慌選擇躺平 那恐怕也是中共沒有想到的 在石家莊人受到一天驚嚇之後 15號財連社報導說 石家莊委建委宣布 恢復開放剛剛被關閉的免費檢測站 有人評論說這兩天真是體會到 什麼叫精神分裂 照令直改 搞到民眾無所適從 好混亂 推特帳號李老師不是李老師說 中國防疫現在進入最混亂狀態 不過中國人支持清零也好 支持躺平也好 這些事根本就不是大家說了就算 中共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健康和感受 你所有的感動 不過是最開始 你剛巧和當局站在同一邊 當地時間11月14日 習近平抵達印尼巴黎島 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 並準備出席G20方會 在同一時間 中國大陸國內傳出異常的政治信號 先是網傳江澤民死亡 幾乎每逢中共內鬥激烈 海外就會出現有關江澤民的消息 譬如2014年9月 周永康被正式立案之前 以及2020年9月 海外開始炒作 習李不合的時間 今次又碰巧中共20大剛剛結束 外界認為消息無論真假 很可能反映中共政撻又開始動盪 但接著在14日 推特再有人爆料說 中共內鬥白熱化 天下大亂 韓正被中紀委副書記 徐令儀 遠禁在河北 韓正在上海的嫡系 有些被帶走 有些割碗自殺 據說 韓正在香港有巨額財產 韓正是江澤民的忠臣 在中共十九大習近平和江澤民的權力妥協中 成為中共常委 但未能在中共二十大連任 預計明年全國兩會將卸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 如果上述全民屬實 那習近平打掉一隻即將失去權力的老虎 估計是另有目標 或者是韓正背後的人 或者是個帖上所說的 韓正家族的巨額資產 不過消息暫時無法證實 反而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魏健行的讚稿人黃有群 幾天前正在大紀元發文 分析說 百年中共史上最後一場大決鬥 不可避免將要上演 黃有群認為 中共在二十大之後 將外出第一站 定在延安 重提延安整風等 與二十大的提法一致 倒出於對安全的擔心 由這個可以判斷 習的延安行 可能意味著習將進一步 展開黨內大清洗 黃有群回顧說 中共二十大之前 習的政變威脅 不是來自屯派或胡錦濤 亦不是王岐山 而是孫力軍政治屯火 這個屯火的總後台 就是孟建柱、曾慶紅和江澤民 目前 孫力軍屯火已經有六府被判刑 但孟、曾、江 絕對不會就此罷休 不過 黃有群也說 習近平為了保黨 在第一任期反腐中 就堅持 沒有拉、江和爭 未來雙方的惡鬥走到哪一步 還要看習近平的選擇 就在國內詭異消息頻傳的時間 習近平在當地時間14日 在巴黎島會晤拜登 這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 兩人第一次面對面會晤 所以兩人隆重歧視握手8秒 被記者拍照 但想不到 習近平在8秒內就爆出個笑話 從現場短片可以聽到 拜登才是文後說 很高興見到你 想不到習近平居然回應說 你還是很健壯 在這麼正式的外交場合 習近平這種民間聊天的方式 顯得相當突厚 中方翻譯乾脆就不照 而是用英文說了一句標準的文後語 很高興見到你 習拜今次會面 還未雙方通報差異巨大 以至於華爾街日報 指心中國經濟記者 魏玲玲在推特上寫道 國內朋友問 中國的通稿和美國的比起來 居然長這麼多 有網友厲害地回應說 說明中國在會談中想要的多 得到的少 另一個人說 你看雙方通稿 都覺得他們不在一個會上邊 就雙方最核心議題 台灣問題 有觀察人士認為 就在集拜會前 美國媒體釋放消息說 國會正審議下一年度國防法案 提出要史無前例 對台灣提供幾十億美元的軍援 從這個判斷 美國不會對中方軟化 反而是要展示力量 讓中方不敢對台灣動武 法新社就認為 拜登會後說中方不會馬上對台灣動武 是因為得到了習近平的承諾 中央外媒報導 11月14日 加拿大聯邦警察 以涉嫌間諜罪 逮捕灰北克水電公司 一名華裔研究人員 他被控將商業機密傳給中國 這名男子35歲 中文名按陰譯是王岳勝 他從事電動汽車電池的研究 最近被水電公司開除 之後在家裏被捕 據指 他取得公司商業機密 為中國一所大學從事研究 並發表論文 申請專利 選及加拿大的經濟利益 被控犯下刑法 與資訊安全法上的罪名 加拿大王家劇警督察 波杜欣在記者會上說 這是第一次在加拿大指控他人 犯下資訊安全法中的間諜罪 王岳勝預計將在15日出庭 下面是本台記者梁欣的採訪報導 14日 拜登與習近平肯斑離島3個多小事的會談 涉及的議題廣泛 台灣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所長 蘇紫宏認為 這次會議 雙方是用一宗角表來破題 在北京一宗原則與美國一宗政策背景下 彼此所謂的滑紅線 而台灣從來都不是問題 他說 這是中共的戰略敘事 中共編寫了一個外交故事 他說一宗原則與其他國家的一宗政策是不同的 外界注意到 會後美中發出的通稿顯示 兩國對會談的表述與之前拜習通話一樣 差別很大 場邊的插曲也透露 努力維持平和的同時 雙方依然暗潮洶湧 資深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向本台分析 拜習會是在美中關係競爭對抗家劇的大背景下 階段性緩和異議 且雙方的緩和僅限於俄烏的核危機、氣候變化 這一類第三方話題上取得一定的共識 在美中雙方最關鍵對抗的焦點上 仍然是各講各話 他說 包括台海危機、科技脫鈎、貿易競爭、還有人權領域 並沒有見到任何實質性的相互讓步 或者是溝通 所以美中競爭對抗這個大趨勢 它不會改變 但是通過峰會來進行階段性的降溫和緩和 可能在以後會成為一種常態化的現象 會後拜登說 我們致力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 他認為中共沒有立即侵犯台灣的企圖 唐靖遠指 習近平短期內沒有入侵台灣的企圖 這個與習近平計劃在他任期內吞併台灣 兩者並不衝突 中共暫時沒有動武的打算 原因並非還想與美國和平共處 或維持台海和平現狀 僅是因軍事能力和戰爭的儲備 沒有達到開戰的要求 習近平強調中國會繼續改革開放 中美關係不應該是你輸我贏 他也批評對中國脫鈎斷鏈的做法 蘇紫宏認為未來美中雙方會著手經濟領域的競爭 中共已達到符合國際政治理論的80法則 次強國家達到第一強國80%的實力時 就會想霍奪領導權 當然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太可能放任中共這種威脅力量 還持續造大 所以科技的圍堵 終究還是會進行 這一點非常關鍵 因為這樣可以持續中共這個威權政府的經濟發展 還有它肯軍事上的擴張 所以未來 美中之間 除了敏感科技 還有半導體這一類不會交流之外 其它經濟的活動會慢慢的增加 但是有個前提 就是要符合拜登所謂的公平貿易 唐靖遠強調 習近平在表面語言上放軟 只是國內外的矛盾激化之後的一種權宜之計 實際 習近平的講話處處暗示 表達了美中之間必須是平起平坐的意圖 同時 他再繼續的強調 要構建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等 這個本身就是在顛覆當前既定的國際秩序 所以中共的這種戰略意圖 其實並沒有改變 11月14日 舉世關注的拜習會在印尼巴里島舉行 不過 會後美中發出的通稿再次顯示 兩國對會談的表述 和之前拜習通話一樣 差別很大 主要表現在台灣問題、中美關係、中國體制、人權問題、經濟脫鉤、俄烏戰爭問題、北韓問題等等 基本上都是各說各話 連共識都無法統一 白宮發出的聲明首先提到人權問題 聲明說 拜登總統對中國、中共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 以及更廣泛的人權表示關切 但是新華社通稿是另一種說法 習近平對美方提出的人權沒有回應 而是官免堂皇宣稱 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共同追求 也是中共的一貫追求 並狡辯美國有美國式民主、中國有中國式民主 都符合國情等 時事評論員楊威表示 白宮聲明提到的人權 和中共式的民主和自由論 表明中美在意識形態上的處於兩極 而中共聲明甚至主動提及民主對抗威權 實在是滑稽之志 在台灣問題上 美國表示 仍是堅持一中政策沒有改變 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 美國要求的是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時評人士黃克認為 台海問題實質是中共要單方面改變現狀 而且用武力來改變現狀 這一點是美國所反對的 也是國際社會所反對的 這是中美之間對抗的癥結所在 之後中美之間的外交戰圍繞台海問題將是非常激烈 而且在外交上也是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對決 中美在攝台整體策略 依舊是鬥而不破 各說各話 埋下未來最大爭議的復筆 不過評論都認為 中共總體的調子有所降低 但沒有準備做出改變 據媒體報導 拜登和習近平的握手時間長達8秒 過程中 習近平面帶笑容 毫無將美帝當作敵人的仇恨表情 而拜登也是滿面笑容 看起來心情輕鬆 也和中美當前緊張關係並不相符 自媒體人士秦鵬認為 雙方在進展同時暗中灑手段 很多人說拜登對中共有所修正 他認為不無道理 但是對美國來說也有收獲 因為美國國內利益很複雜 美國的出口商 植谷和華爾街都有利益需求 希望美國政府代表他們和中共談判 中美對抗升級 但產業鏈轉移需要時間 美國政府也需要考慮本國在華的經濟利益 會後中共外長王毅聲稱 兩國元首同意雙方工作團隊更進磋商 爭取在至今已經有共識的基礎上 盡快達成一致 習近平對拜登說 無意挑戰和取代美國 有觀察認為 中共的戰狼外交開始退場 但美國之音報導 拜習會雖然有助於美中關係走出谷底 也可能帶來長達數月的洩壓期 但兩大強權 長期令和博弈的衝突本質沒有任何改變 緊接著 美國國務院表示 國務卿布林肯 規劃明年初訪問中國 進一步延續美中緊張關係緩解的氣氛 有學者認為 拜登政府推動和中共關係緩和 但布林肯和其他官員 依舊會採取強硬的政策 美國的對中政策是 說話輕聲細語 手裡握著大棒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日新聞再會 參與